基本上它是在做什么用 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将来最好你还是要做一个注解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取得什么呢 取得它输入的有没有 输入身份字号对不对 那这个输入身份字号之后的话呢 我第一个先判断什么呢 它的长度是否也为十个字 如果十个字的话呢 如果十个字就比较正确 第一步就正确 一定身份字号不可能有九个八个的 一定是十个 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那就在上面写是什么呢 重新输入 第一个就把它结束掉 第二个就是说再来判断什么呢 判断你的这个总共会有十个 就是身份字号有十个嘛 对不对 那第一个一定是英文的 那英文的话呢 它有区域性对不对 那区域性的话就是说 还要做一些转换 它有一些规则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这个身份字号第一码 加第二码 第二码的话呢 第二码必须哦 能够被这个这个这个数字整除了 那最后最后会得到几个数字哦 这个地方就是去 它有个计算的公式 如果呢 可以被十整除之后留下来的数字哦 把这些全部都 就是说呢 全部都加在一起之后呢 能够整除 能够被十整除的话 这个是整求余数哦 mode就是求余数 能够被十整除哦 那就表示是正确的 那这个工 这个这个部分的说明 我想等一下我再给各位看哦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程式嘛 我们先把它抠起来 名称的话叫做身份证检查 那我前面讲过说 这个程式呢 一定会有个sub开头 因为它是副程式 然后呢 它的名称 加一个刮弧哦 最后的话呢 它一定会有个and sub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头一个尾 这部分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副程式 好了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请你们开启 就是说那个我们的范例档 范例档直接开启 刚刚是完成档 从完成档里面呢 先把程式先抠出来 那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请你再开启这个问题三的程式 这个这个 这个档案 那开启起来之后的话呢 在这里 这个档 好 开启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身份证字号 那我要怎么做验证哦 首先的话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假设说我今天呢 程式已经有了 那我要拿来用 至少你要会用吧 程式人家已经写好了 你要用 那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的话呢 这里哦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Vision Basic 有没有 点下去 因为现在呢 我要把那个程式 转移到我的什么呢 我的档案里面 所以第一步的话 看到开发人员里面